哦 这就是莽荒神殿吗 咦 这位中年人生前 一定是一位传说中的遇到竞强者 这是传承戒指吗 不好意思啊前代 得罪了 外来者 无名莽神 曾至终极之地前 第三虚空禁区第99代主 今日你进入神殿唤醒屋 便有资格接过无知传承 成为第三虚空禁区低百代主 当然 要想成功获得无知传承 你需成功通过神殿试炼 哦 试炼 敢问前辈 具体试炼的是什么 外来者 只要你能成功击败这殿内之兽 便可完成神殿试炼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拒绝 退出神殿 如此多的凶兽 小子怕是不敌啊 敢问前辈 不知我能否可以请外援 当然可以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完成试炼 就可以成为第三进区之主 哦 这边好办了 前辈 我的外援全部都在外界 还请前辈去除霞光禁止 让他们进入神殿之中 好 嗯 霞光禁止消失了 快 快进入蟒荒神殿 夺取机缘 哼 蟒荒神殿乃是无等组殿 岂能容你们这些外来者燃止 前辈 我的外援已至 可以开始试炼 好 不好 这神殿之中怎么这么多 入道境的蟒荒巨兽 蟒荒神殿尽头一定藏有重宝 所以这些神殿巨兽才会攻击我们 呵呵 既然如此 那就杀向神殿尽头 夺取重宝 呵呵 有棚子外面来 先坑后杀 无意越呼 哼 区区一群入道初期的凶兽 岂是我等入道巅峰的对手 有 不好 这到底是什么凶兽 怎会这般 不 这种气息 这种凶威 不好 他们是半步遇到之境 诸位 不要慌 半步遇到虽强 但我们几位入道境巅峰强者 无需太过惧怕他们 不错 想要活命夺宝 那就不要保龙 先一起杀了这四尊凶手 这老牛 便宜你们了 接下来 该你们四的 万千大道 化为一剑 大道之剑 斩死你了 半步遇到之境果然强悍 既然如此 那就再接我一剑 上古战决 十倍战令 低落一剑 前辈 不知我是否完成了神殿试炼 恭喜你 你成功完成了神殿试炼 从此以后 你便是这网黄神殿之主 也是第三虚空禁区之主 此奈传承之界 将其炼化 你便可获得完整的传承 多谢前辈 年轻人 你获得了无知传承之后 可在第三虚空禁区纵横无敌 但无需借告于你 世界之大 强者众多 万不能骄傲自满 尤其是不要轻易招惹后 几方虚空进去的势力 切记 切记 给我去 果然 此回应不灭 四大凶兽与上万头 入到巨兽便可永恒不死 这次赚大法了 对了 系统 在此地迁到 莽荒神变迁到成功 获得莽荒时空 此时空为特殊时空 外界一天 其内十天 可利用时空类宝物升级时空流速 什么 莽荒时空 十倍流速 还可以通过时空类宝物调节流速 距离千年之期只有百余年时间了 刚好这莽荒时空可以帮助我加速修炼时间 开启莽荒时空 好 开始修炼 哈哈 终于达到入到境 看来是时候继续出发 死亡之海迁到成功 获得生死地珠 生死地珠乃是一件急到地冰 可以吸收死亡能量转换为生命能量 或者吸收生命能量转换为死亡能量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哦 好一件急到地冰 吴乃方圆千万里海域的霸主死灵鱼王视野 一个来自第三禁区的蝼蚁 赶在无知海域兴风作浪 简直胆大包天 一条咸鱼而已 这般国造 四大凶兽灭了他 四大凶兽灭了他